前苍顺丰安邸岸边 后苍则沈入海中 原真一家人 都葬身于父 原来 司法平日受贿迅思 贪赃王法 害人无 恕 故遭此残暴 而参君丙心良善 奉公执法 是 愿救人 养成金刚般若不可思议之神力 而得勉难 善恶报应 如影随形 却非虚言 酒必出其香 陆燕通 随朝人 每天持送金刚金石变 他出 任武劳宰一时 一人为了暗中接应李密 计划要杀 害他 燕通赶紧逃遁 贼兵持刀从后追赶 他跑到 一个很深的西剑前 被迫跃入剑中 这时 他看到空中出现金刚神抓住他的右臂 放在磐石上 所以身体一点也没有受伤 金刚神说 因你持送金刚金钱城 顾特来相救 燕通安 全得返回家中 又必则发出其香 几天后人未消失 燕通从此金情送持 又劝化大众读诵此经 后 来观至方伯 八十九岁的那一年 他所笔书记 记 约 八十九年在世 随身做些活记 今日撒手便 行 明月清风自在 书写完毕后 以香汤沐浴 端 做儿事 十念经五十年 被上发光 原初是唐朝九江人 平日在市场贩卖新财 时常持送金刚金 七十岁时 有一个晚上他涉水返 回江北 走到中流忽然遇到大风浪 同伴都溺死 唯有原初浮在水上 漂浮到南岸 这时 岸边停泊的都是大商船 船上的人看到 原初被上发光 高约树齿 以为他是什么贵人 真 乡赠送衣服 并请他吃饭 彼此经过交谈 才知道原初是村中的老手 问 他被上发光的原因 原初说 我念诵金刚金以武 十年 被上的光 可能是金卷发出来的 原初前前后后 发生不少恶难 屡次都逢凶化疾 转为为安 十一神龙福州 陈立冰 唐朝会几人 若冠名经集地 善长师 文 年少时就经常念诵金刚金 每次遇到二男 军 得经历相助 开元年间 立冰城船从会机前往东洋 适逢酒 与 江水报长 立冰城坐的船及同航的 二十多艘船 一同出发 一会儿 天色昏黑 风涛大作 所有的 船都被吹到戒石斗 由于波涛的冲击 同航的二十 多搜一道窦口就被撞坏 立冰箭撞 赶紧念诵金刚 金 当他乘坐的船快到窦口时 忽然看到一条好象 赤龙的怪物 从水里浮起船身 因此才能靠岸 拳 船的人得以活命 大家齐声赞叹 这是陈立冰诵金的功德力所致 再三向他致写 十二一片金卷的灵异 唐朝正和年间 珍州有位孙姓石将 大家都叫 他孙翁 他每天持诵金刚金三卷 有一天 他和三十多人入山开早眼时 忽然遇 到山崩 他的同伴不幸都丧身乱时之中 唯有孙翁 因家在十凤内 顾得侥幸 但家人不知 以为孙翁早已遇难 经过了十二年 孙翁的子孙也入山早时 看到 孙翁竟然没死 神太安详地端坐在山洞中 大家一见大惊 遂向前跪拜 问孙翁说 十二年前 你与三十多人在此山开凿 忽然发生山崩 大家以为全部的人都已葬身其中 没想到您还能 活着 这是什么缘故 孙翁说 当时发生山崩 其余的人都已丧身 我因家在十凤里 所以没有死 我想这是因为持 宋金刚经的缘故吧 所以才能活到今天 那么您这些年来 又是如何为生的 难道一 点都不觉得饥饿吗 子孙又问 孙翁说 起初看到一个小酥饼 拿来吃了 一直到现在都还不觉得饥饿 孙翁又问 我以前在家中所念的那本金刚经 至今还在吗 子孙达到 还在 存放在家中 于是孙翁便随同返家 返家后取出金刚经一看 金卷上竟有一个圆孔 大小恰如苏饼一般 金刚经的书圣实在不可思议 他不仅救护孙翁 幸免一死 而且一片小小的金卷 竟能让孙翁再满 长的十二年中 不必挨击受可 佛法之伟大与诵经 知功德 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十三清果审佛家 沈季桓 明朝人 居住在嘉兴照丽桥 金银青 果店 每天清晨起来 必定持送金刚经 如果外出 则必定将金卷柱放于圈袋 玄佩在胸前 以后利用 空闲持送 万历鬼四年冬天 季桓网洞亭山饭局 坐船经 过太湖 忽然遇到强大的龙卷风 顿时湖面昏黑 湖上的沈船飘荡如同树叶一般的多 掀起的巨浪笔 房屋还要高 船上的脊鲁都掉落湖中 船也慢慢的 下沈 全船的人正在呼嚎哀叫时 忽然觉得有一股剧 大的力量 将船身拔出于波浪之间 加送如飞 请 课间就抵达翁家罪 登岸后 岸边的人都说 我 门看见有两位金甲神 走在水面上 分别从船的两 边将船提起来 加送到岸边 这时船上的人才知道这是金刚神拯救 使得 免于沈父 大家感激沈济还的恩德 称为清果神 佛家 这件事很快的传播远近 人人称颂 十四流水何处来 任还 唐朝人 认定周思护 信奉佛法 时长 诵读金刚经 有一次 他奉派出使洛州 带了很多灵圈 称 这夜晚赶路 不料来了一群盗贼 杀死了他的随从 并且拿着刀棒向着任还砍来 任还赶紧靠到一棵 树旁 借以躲藏 这名盗贼不断地向他藏身的地方 砍去 砍了好几次 都只砍到树 无法伤及任还 强盗 剑壮非常愤怒 就将任还拖到别处 再持刀棒 砍杀 结果刀棒纷纷折断 任还却一点都没有受伤 他将计就计 躺下来装死 这群盗贼以为他已被棍棒打死 就夺走他的东 吸 然后逃散 任还等他们走了很远之后 才慢慢 地爬起来 跟在他们的后面 窥探他们的行踪 这些盗贼 走了三四里 始终走不出去 任还 在草丛中躲藏着 听到盗贼们相互交谈 这里从 来没有水 但是为何现在却听到四面都有流水的声 音 好像要流到这里来 这是不是上天惩罚我们呢 其中有一个说 刚才抢夺那人财物时 我听 到空中有个声音说 你们不要杀害这个人 此人 长颂金刚经 是为大善人 不可杀害他 其他的盗贼一听大经 都一口同声地说 刚 才我也听到的 大家后悔莫及 皆探不已 天亮以后 这群盗贼仍然无法走离这个地区 遂被周献逮捕 任还也取回了失误 十五班若神力无穷 火不能烧 杨体骑 唐朝经兆人 太极元年 出任饶州长 使 兼任监督采营的工作 饶州采营的人家 约有 一万多户 都搭盖草屋 皮帘而居 有一天发生火灾 一万多户的房屋 全部烧成 灰烬 只剩一间没有被烧掉 杨长使亲自去调查 原来这一家人历代信奉佛法 受持金刚经 班若布 可思议的神力 不是火所能烧的 全周的人莫不惊 一赞叹 十六野火蔓延 经典无恙 唐朝时 平州有个人名叫孙兽 有一次在海滨 游猎 看到大火蔓延整个荒郊 所有的草木都烧成 灰烬 唯有一堆茂草莓被焚烧 孙兽好奇的拨开来看 发现一具僧人的尸体 颜色未变 身旁有一本金刚经 未受大火波及 想 必就是这个原因 十七老字五千文成灰烬 金刚经丝毫无 顺 唐朝贞观五年 龙州巴西县令名叫胡元鬼 进 信佛法 打算写法华经 金刚经及涅槃经 写好 以 后 请土炕禅师为其简笑 土炕简笑完毕 写好封袋后 送回其周庄所 原鬼把金卷留在庄里 和老字五千文放在一起 有一天 忽然外面漆火燃烧 将此堂烧成灰烬 这时原鬼已转任逢祥县令 家人拨开火堆 寻觅 金铜佛像金轴 发现诸金佛像依然如故 装表的炎 色也丝毫未变 但是老子的五千文 却已燃烧成灰 远近聚集观看的人 莫不赞叹佛法的不可思议 不过 有一卷金刚经提字的地方焦黑 后来探 寻到原因 原来当初提经时 有位周官虽然擅长书 法 但是性情急躁 杂实尚未洁净就职提书写提经 因此提字之处才被烧焦 十八纪阴献经社 唐朝曹州纪阴献西二十里 有一佛寺龙朔二年 冬天十月 冬天十月 野火燃烧得非常猛烈 烧到佛寺时 很 快的穿越过去 森房茅舍全被焚烧 唯有金刚惊人 燃完好如初 十九深县银坑数年 蒋仲府 宋朝人 他曾听孙锦修说 近年有 人凿山挖取银矿 挖到很深的地方 忽然听到宋经 深 就寻着声音继续挖下去 看到有个人陷在矿坑 里 那个人说 我也是挖银矿的 因为矿坑倒塌 初步来 在这里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 我向来迟送 金刚金 时常把金带在身边 每当饥渴的时候 九 好像有人拿饼干食物 放在腋下一样 我想一定是此 经所变现的吧 二十曾经入名的袁志通 袁志通 唐朝天水郡龙陈县人 年未若冠就持 摘首戒 读诵金刚经 及妙法莲华经 六十里颤 不 曾有鹊 到了二十岁 他被点入清德府担任卫士 后来又奉朝廷之令远征南蛮 从家乡到南蛮有一万 多里路 志通在途中日夜不停地持送 到达南蛮地界 官军战败 所有的兵士都分散 逃逸 当时志通和一百多人在乱军中被冲散 不知 向何处奔逃 大多数都被蛮军杀伤 志通在惊乱中 奔走无路 这时忽然从前方来了五个人 骑着骑马 为 绕在志通的前后予以保护 其中一人告诉志通说 不必惧怕 你持送大臣经典 功德不可思议 所 以我们前来保护你 他们领了志通走了大约七里路 来到一座寺庙 他们叫志通进入庙中隐藏 后来有位和尚进入庙 中 告诉志通说 施主送金刚经及法华经 并且 礼拜十方诸佛 功德无量无边 所以诸佛特地派遣 我们来搭救 刚才五个骑着马围绕在你身旁的人 也是因你持送般若及法华之故 才示现的 大家共 痛来搭救你 希望你日后更应勤修福业 送持经典 切莫懈怠 一切善神及护法都在身旁维护你 言必和尚就腾空而去 志通一整天没吃饭 饿得全身乏力 过了一回 而来了两个童子 手持一波饭菜及糕饼等物 送 来给志通 志通用过饭后 一位童子告诉他说 你要勤修功德 持送金刚经 切莫废却 说罢了 为童子也腾空而去 此时 庙中仅剩下志通一个人 当他想蒙受诸 佛菩萨的身恩庇佑时 不禁感动的涕泪悲气 不久 志通终于回到自己的军营 官军与蛮军 有过三次激烈的战役 志通丝毫没有受伤 他深信 这是金刚及法华 不可思议之神力所致 后来 官军 终于击败蛮军 凯旋而归 志通从此专心持送金刚 经及法华经 不敢怠慢 贞观八年正月 志通染患重病 十天以后去世 被引入民府 明王问志通生前曾做什么福业 志 通回复说 一身持送金刚经及法华经 持斋守戒 六十礼佛 明王闻言 立即和掌恭敬的赞叹说 善哉 善哉 功德不可思议 明王交代主司仔细检查文部 主司回禀明王说 此人上有六年的寿命 明王亲自查阅文部 果然无误 明王命令左右 侍者将金床玉几台放在殿上西侧 并且铺上精美的毛毡 严请志通上床 念诵金刚经 及法华经各一卷 志通送臂 明王又和掌赞叹 然后派遣鬼力带 领志通前往西乡 鬼力告诉志通说 这里是存放 经藏之处 凡是诵经及一切功德文部 均在其中 志通看到所有的文部 都用七宝装饰 非常庄严 鬼力在最下层取出一卷 约有十张 署名未圆 志通功德部 鬼力手持步吉 领着志通走回殿上 将 步吉成交明王 明王翻开步吉 指着其中一条 上 面写着志通诵金刚经 一万遍 其余诵法华经 礼佛 及斋戒等功德 也都记载在里面 明王对鬼力说 志通所造功德 甚深甚深 你 带他去参观地狱 使他知道罪福果报 鬼力领着志通出城 往西北方走了五里路 看 到一座大城 有四位非常凶恶的狱卒 站立在城门两 旁 身形很高大 头如罗沙 手里还拿着铁叉 城门的两乡 有两只战立的童狗 口吐童之冠 住于受刑的罪人 鬼力说 十八地狱也在此城 志通 亲眼见到各种凄惨的地狱 深感战力不安 恳求鬼力带他回去 志通将所见告诉明王 明王说 我要你前去 观看地狱景象 就是让你知道佛言不虚 是人所做 一切功德善事或各种恶业 民间都一一记载 毫无 缺陋 恶业深重的众生 命中之后必定来此受刑 绝无幸免 你看到不及中计载的功德 也看到众生 在此受刑 你尚有六年的寿命 返阳之后 勿须经 静修持 不可退菩提心 命中必生净土 二十一火把指路 崔善冲 唐朝柏林人 先天初年 任子周同山 献臣 经常受持金刚经 当时眷州蛮帮部落叛乱 监军御使李之谷 命善冲担任判官 驻扎军营在眷州 地界 李之谷为了贪功 遂招降诸蛮首领 将他们引 又前来 然后予以杀害 终于引起各部落的反抗 共同杀害了李之谷 善冲之情赶紧连夜出奔 崔善冲带领同伴 二十多人奔驰很久 打算前赴 昆明 但因天黑不变方向 迷失路途 扇冲开始前 宋金刚经 不久 忽然看到前面不远处出现一只火 把 此时他们饥渴万分 你前往求时 他率众朝着 火把的方向前进 一直走到天亮 始终追不上他 这时已经抵达昆明县城 这全是金刚神力的护持 暗中引导已解除为难 持经人受护法善神明明护佑 却非虚言 此事是 梦献终任子周司马时 清文崔善冲所说 二十二至新宋金中的返国 唯克勤 唐朝经召人 又时常送金刚经 跟着 军队讨伐辽东 战败后被留在高丽 征官年间 太宗征辽 克勤响趁着黑夜头奔官 军 他走出城外全是高丽村落 一来路径不熟 而 来昏黑不变方向 于是致心念诵金刚经 不久 看 到前方有火把引导 他跟在火把后面走 终于回到 官军的营房 克勤后来任官中狼江 经常把这件往事告知轻 有 劝他们持宋金刚经 闻者莫不赞叹地说 班 若微神之力不可思议 二十三老虎流口水 王令旺 唐朝人 自称八岁就能送金刚经 而 且受持不阙 若灌时 有一次再返回穷州灵溪的图 中 山路祖先 又遇到老虎 他惊恐万分 无计可 诗 赶紧念诵金刚经 老虎听到诵金声 立刻停足 步前 一直注视着他 他连续送了两三遍 老虎拖 这尾巴离去 地上有很多老虎流出的口水 又有一次 他任安州叛斯 乘船渡江时 忽然 狂风暴起 停泊在岸旁的数百艘船 都翻覆沉默 令 望不停地持送金刚经 唯有他乘坐的船安然无恙 二十四老虎文经 流口水 唐朝时首线 有个沙迷名叫道英 时常持诵金 刚经 长庆初年 有一次他因是出去 很晚才回来 在路上忽然遇到一只老虎 那老虎大声吼叫 向他 做事要扑过来 道英 眼看无法逃走 于是闭目 末座 念诵金刚经 期待有人前来搭救 经过片刻 道英发觉老虎并未扑来 他为真霜 眼 发现老虎乖乖的浮在草地上 他继续念诵 一 直到天亮 有村人经过时 老虎才离去 道英看到 他敦服的地方 口水闷地 二十五度经退大水 倪秦 唐朝子州人 大和元年时 因擅长武略 被派任主管福州的新教仓 他前奉佛法 素来池 诵金刚经 他的厅堂对着大江 景色非常优美 水 在厅中供奉佛像诵金 六月九日 江水大涨 各地泛滥成灾 但却没 有淹到倪秦的厅下 因此更加勤奋读金 水退后 他看到周围树里的房屋都淹没 唯有这间厅堂一点 都没有沾到水渍 而整座舱也没有损坏 远近的人见状都惊异不已 从此对他更加尊敬 二十六金献祥光群贼回过 行行力 唐朝霞周人 已经商未业 但不识字 常庆初年 他的一位好友教他念金刚经 一字一 拒得口授 经过一年 他才能背诵 从此每天焚香 持送 一天一遍 有一次 他携带不薄三百贯前 网同周贩卖 图 中经过山林 遇到十多个盗贼 行力赶紧弃货逃命 那些货物只不过五六十斤重 而盗贼竟然拿不动 大家面带金色 追赶行力来询问 行力解开货囊 指着金刚经说 我想这一定是此经的神力所致 这时 金刚经献出五色祥光 所有的盗贼见状 都和掌悔过 并给他数千钱 向他请了这本金卷 大家一同发誓 以后永远不再做盗贼 并且要终身 寿池金卷 二十七寿池果报的作者 茂启宗 茂启宗 明朝如高人 崇祯物成年进士 童年 时就喜欢持宋金刚经 新四年补观香阳时 张献忠及李自成的渔党人 然到处兴兵作乱 每天都有市井的军书传来 晚上 睡觉也不敢宽衣解代 其宗自存必死无疑 但转刻金刚经 受持果报 人未停止 他拖着奄奄一席的身体 支持了一年 有四次冰临垂死边缘 幸好都平安无事 他解职 刚满三个月 襄阳就失陷了 当时与他共事的大都死在兵荒马乱之中 唯独 其宗得以身还顾礼 这都是金刚经历的词音所致 二十八宋经缅火难 原应赫 清朝武陵人 他是原了凡先生的后裔 家住吴山西北路 在他六十一岁时 已持斋八年 并每天持宋金刚经 从不见断 顺至薪酬年五月十三日子时 正是午夜时分 他家附近有位姓陈人家不胜欺活 当时正吹着强劲 德西北风 请客之间 已经烧毁了一百六十多家 火苗将要蔓延到原家时 应赫的母亲 已经八 十多岁 正端坐楼上面佛 应赫赶紧背着他下楼 但火势已蔓延接近原家 应赫之道无法幸免 九 大声朗诵金刚经 有位名叫陈建阳的人 为人独食 正躲在原家 墙角旁闭火 这时他忽然看到一片像围杖形状的红 光 从天降下 照住原家四周的围墙 过了一会儿 这片红光才消失不见 而强劲的西北风竟也在此 十转位东南风 当时火势盛大 若非红光照住 风 像转变 恐怕原家早已被烧成灰烬 应赫将他的母亲送到安全的地方后 一个人就 常柜亭中继续送金 这时附近危急的人都来到原家 像应赫称赫 剑阳在人群中讲出他看到的经过 应赫才知道这是金刚护法救护之功 应赫从此念经 的信心欲加坚定 原家能够幸免于火南 这完全是应赫平日常斋 奉佛 吉林南时孝心感佛天之故 所以才蒙金刚护 法救护 这也是般若的功德力所致 二十九经身退猛兽 明朝永乐年间 如高县城北三十里 有个人名 教孙念儿 建安修行 并持长斋 每天早晚都前送 金刚经三十卷 如此过了四十年 由于这里尚未完全开化 而 且又濒临海边 没有成锅保护 因此时常有豺狼味 嗨 但每次听到送金声 来袭的猛兽就低头离去 有一次巨风大作 凌屋都被暴风吹倒 孙恭颂 金如常 而安亦安然无恙 施主们不施的钱薄及米骨 若遇到贫困的人 不论僧俗 他都一概分送 深得 不助相不施 之 妙意 三十人虎分路而行 唐朝时 通往四川的白卫岭 时常有虎报商人 光化年间 有一位金兆候选官为某 他奉命调 任巴男载艺 平日常念金刚经 在赴任途中走到泥 西时 碰见一个穿浅红色衣服的女人 戴着两个儿 自准备爬过此山 忽然间 前面的行人停住嚷叫 说是看到友依 知赤色大虎和两只小虎根为某分路而行 而为某时 终没有发觉 三十一应念解难 唐朝天保末年 于摇参军里为宴 少时就吃送 金刚经 任其借满北返时 经过吴藏殿 那里素来 有强盗打劫过往的旅客 这时正是夜半时分 天色昏暗 里为宴的船上 有数百匹的吴林 担心被抢 可是塘内缺水 船只 无法前行 维燕就到船前送经 到了三更十分 有到贼前来 看到堤上有两只 火把 遂离去 维燕怀疑是村中的人 前来保护 但 是岸边距离船只 只不过百来步 却没有听到任何声 因 不免觉得诧异 心想 莫非是金刚力所限 因 此诵经的声音越来越大 这时 外堂的水已经涨满 为燕心想 要是外 堂的低防崩溃 水就可以进入唐那了 半夜之后 忽然听到船头有流水声 为燕心叫说 低防有好 几尺宽 怎么会崩溃呢 吕斯不解 不久 觉得 船身已经逐渐浮了起来 到了天明 河水已经掌闷了堂内 他看到船头 对面的低防 有一个鼠尺的大孔 外堂的水就是金 由这个孔流入堂内的 为燕之道 这必定是他送念 金刚经的林燕 为燕的弟弟维玉 任钱周别嫁 见哥哥送金友 林燕 也开始送池 有一次坐船经过峡谷 江水渗 未湍急 鲁被折断 眼看着就要沉默 为玉赶紧前 陈的诵经 忽然看到上游飘来一只鲁 他很快地剪 七岁的活命 他们兄弟俩念 宋金刚经而遇难 陈祥的林燕事迹 传遍整个李氏族中 因此宋金刚经的族人很多 其中有一位族人经常持宋 后来遇到安禄山作乱 他在慌乱中逃到荒郊野地 这时贼众快要到来 他 心中想 如果有一双鞋子就可以逃走 过了一会儿 觉得有东西掉落在他的背上 拿起来一看 竟是 一双新鞋子 佛法无边 所谓 心尘则灵 精尘所至 今时未开 为宴及族人 平日诵经之多寡虽然不 一 但是虔诚的心念则是一致 故灵难之时 虽未 祈求护持 却能感动诸佛菩萨 随其心念而能如愿 解除了一切为难 真是感应道交 不可思议 事故奉劝世人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平时更 应多诵经纲经 自然顺利平安 纵欲为难 也必定 有如上述故时 逢凶化吉 获得解救 三十二杀身 拜神无异 明朝时 苏州卫指挥使诸寿增 自书高 美日 持诵金刚经 从不见断 他经常运粮进入黄河 巫师告诉他说 渡河 钱一定要杀身祭拜 否则和神发怒 甚至会降灾 寿增重信佛法 极力反对杀身 只是每天送金回 像给河神而已 有一次他运粮入黄河 碰到大风雨 笼在空中 缠斗 船上的围棚草席都被卷走 河面上一万多艘 的船只动荡摇摆 寿增健壮 赶紧焚香前呈诵金 过了一会儿 风亭雨些 寿增派人检查他所管辖的 数百艘运粮船 竟然丝毫没有破漏受损 他住在通州的御舍 每天饭后必定在床上小睡 片刻 有一天睡不着觉 刚踏出大门 房内的梁柱 断裂 整个房子倒塌 而他睡的床铺早被压得粉碎 三十三送金辟邪 戴景熙 在贵州辽鼠坐墓宾时 有一天半夜 听到窗外传来 女子连沟晃动的声音 这十房内传来 一阵阴风 他赶紧吹灭烛火躺在床上 此时月明如昼 围帐外面出现小巧的身影 他 看到一个女子 由门戏蛇形而入 坐在椅子上 翻阅 按上的四本卷宗 缓缓地取出衣袖内的梳子 双手 取下头颅痣放在岸上 并卸下耳环梳理头发梳理 完毕又把头颅放回颈上 景熙这时感到手脚仿佛被副绑 嘴巴也张不开 唯有默念金刚经 刚一动念 那个女鬼似乎知道 恐惧身影渐渐的缩小 景熙也逐渐的清醒过来 于是高声朗诵 还没中卷 女鬼就消失不见了 三十四经历不可思议 陆怀素 唐朝无俊人 贞观二十年 家中失火 乌与焚烧殆尽 唯有金刚般若波罗蜜金独存 金 寒吉标轴虽燃烧成灰烬 但全部经文依然如故 看 道的人 莫不惊叹地说 经历不可思议 佛法不可 思议 陆怀素有位媚婿 名叫许仁则 仁则当时曾经 亲眼目睹 从此经常为人宣说此事 第九篇超剑 一观音视线的灵异事迹 宋朝范文正公仲焉 他的母亲去世后二十一天 梦剑王母哭着对他说 我因为在阳间造恶业 被泰山府军击压 日夜受苦难言 你素来非常孝顺 希望你送念功德经 超拔救度我的罪业 万物持 疑 要不然我会永远堕入地狱 受苦无量 王母离去不久又回来 也嘱咐说 功德经就是经 刚经 众烟经哭而醒 于是沐浴斋戒 亲自前往 悬目禅灵 言请僧众诵经七天 到了第六天晚上 又梦见王母来向他说 因 为你制成理颤 感动了观世音菩萨 特别是现下凡 持送了半卷 我不但消除素式的罪业 并且得以 升天 这都是佛力所赐 明天早上 你进入金堂寻 问 就可以知道了 众烟等到超见法事完毕后 后礼筹谢众僧 并 且询问第六天 有持经半卷的是那一位 大众惊讶地表示 都是赵述诵经 那有支持 半卷的道理 旁边有一位和尚从容地告诉他说 昨天大众 诵经 我以立末看到第十六分 忽然大人宁来念香 我便返回厨房 现在陈宁问起 才敢巨石禀报 众烟听完后 马上叩头下拜 那位和尚连忙说 末 末忽然腾空不见 寺中的僧众急在家 居士都赞叹瞻仗 敬佩不已 众烟于世创建 默默 禅堂 以致灵异 二清见王母 田子中 明朝凤化人 红武更须年冬天 他因 世前往拜访于太白 盘缓多日 某天 于太白突然 对他说 金刚经在明府非常受敬重 尊称为功德 经 所以世人超见先王 必须多读此经 自中文 言 遂发誓要终身受持 有一天 世之王母继承 他发心诵读金刚经百 便 以剑拔王母 一大早就开始诵念 当他诵到地 九便时 突然看到鬼族捉了一位老妇人 老妇人P 头散法覆盖着脸 头上还细着枷锁 子中仔细熟视 发现竟是王母 子中看着王母痛苦的样子 内心极为悲伤 但 一时却扔住了 不知该做些什么才好 过了一会儿 鬼族带着老妇人离去 子中看王 母颈上的枷锁 好像是快要脱落了 他们离去后 子中痛哭不已 后悔刚才没有放下金卷 向王母为 问请安 于太白得知此事后 就说 此金功德实在不 可思议 向子中发心持送 马上感动明界 使他们 母子两人得以相见 王母病的解脱苦去 金刚经的 功德太殊胜了 田子中 因素直善根 得以闻之大成佛法 又因 宋经前程 遂能感动幽明 超见王母脱离苦去 她 的笑形时堪为人子女 这笑法 的藏经云 若有众 深 不孝父母 或致杀害 当堕无间地狱 千万亿 结求出无奇 百善孝未先 希望大家 若父母健在 赶快行孝 莫呆将来子欲养 而亲不再 后悔莫及 而且又要受报 若双亲以金亡固 应尽量修善机 福 念佛诵经或忏悔 以种种功德 回向其往生净土 如逢双亲继承 更不可杀身 用鱼肉祭拜 徒增 先王罪迁 应以鲜花素果供奉 并念诵金刚经 底 藏经及其他大臣经典 以曾鸣福 这才是真的尽孝 道 莲池大师云 轻得离成垢 子道方成就 是以善报 亲恩者 当前修出世法 使我们今生乃至 多生的父母 让我不可思议的愿力 脱离生死苦海 以求存 王两立 三贵使 藏人 诵金 资名符 唐朝时 殿中 是玉使 前方 义 曾仁华 周次使 为礼部 上书之子 保利初年 方 义独居在 常乐地 夜间如厕时 家中 壮仆忽然 看到一个 棚头垢面的 青衣人 走进 方 义 身边 方义也很惊觉 心里非常惧怕 想要逃走 接着一想 鬼神来临 就是逃走 也没有用的 方义 你说 我和你阴阳书途 何必要见面呢 我听传闻 凡是见到你的人 非死不可 那我岂不是 快要死了 我姐姐信奉佛法 也在华州 我如果图 然去世 就无法见她最后一面 请你念在我们手足 知情 允许我先向她辞别 好不好 郭登向方一说 我并不害人 而是看到我的 人正气不强 自己夭折而死于非命 并不是我杀害 他们的 这次 我是有件事想来求你帮助 我死了 很久 不敢出来 但是心中有委屈 知道你是危险 贵之人 福禄无疆 正气充益 就是见到我 也不 会有任何祸害 所以才敢出面请求 听了郭登的话 方义心中的恐惧消除 所以问郭 登 你有什么要求 郭登说 我久任此职 本当升迁 但因本身 福禄 须丈贵人相助 你要是能够为我写金字金刚 金一卷 一心将此功德回向给我 那么我的职位就 能升迁 日后我定会报答你的恩情 绝非虚言 方义点头答应 郭登又说 我的英气侵犯到你 虽然目前你 的福利正强 不致因此生病 然而也会稍绝不安 应当赶紧服用身膝脚 身带帽及射箱 并且将这些 要塞在鼻中 就不会感到痛苦 说吧 就离去 方义走到中堂 忽然心头闷觉 感觉快要倒下 去 便赶快取出 射箱服用 并且塞在鼻中 才稍觉 清安 他父亲的门下 王职人 正在将领做事 他马 上用非书求得 身膝脚 服下过了很久 才得痊愈 病愈后 方义言请人书 血经自金刚 金三卷 全 不写妥之后 方义又供养 僧众 并将血经级供养的 功德回向给郭登 过了一个多月 他回到同州别墅 下马阵要休 习时 看到一位身穿紫袍 手持相护的官吏 有数十 为穿着紫红色衣服的 随从坐前倒 等候在门外 方义一看 原来是郭登 郭登手持相护相方义 拜谢说 我本来要升迁 只需一卷金刚金 没有 想到您特别的仁慈敏念 竟送我三卷的功德 现在 福粉骤增 已经进身术等的职位 这尊贵崇高的绝 位 都是您赐予的 但是现在虽然职位已升迁 然 厨房却依然照旧 我以前职位卑微 环境又极为恶 烈 现在别的官署 也会前来我处吃饭 敬请您酿茶 并希望能再为我 转送金刚金七变 我的厨房就能 得到改善 这份功德 定当感激在心 永远不忘 方义又点头答应 郭登又说 幽民的官吏玉族 浮薄的很多 常因无法得到食物 时时受恶 如果有人能将食物 犯计一切鬼神 这份人心善举事 不会白做的 受到 这份恩惠的鬼神 必定会暗中帮助 使他度过灾厄 天亮后 方义遂言请森尼 送念金刚金四十九变 并将功德回向给郭登 那天晚上 方义梦见郭登 告诉他说 本来只敢向您请求七卷 没想到您有 四给四十九卷 累积的功德 已使我的厨房变得像 天除那样的好 以后您如果有难 必当事先奉告 鬼力浮薄 虚账有缘的人 为其念经已资名符 我们今日能有此圣缘 闻之大臣般若最上之法 闻 而起修 更应当为自己生自庆幸 人生难得经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 若不于今深度托此生 更呆何 十 四贵及经历旧省伦 唐朝时 房州有位送参军 少时常持金刚金 后来出世 赞助在私室的宅中 传说 宅中经常闹 鬼 宋参军于是每天晚上都送金刚金 有一天晚上 宋参军看到一位妇人站在门外 宋问他说 你是不是鬼 妇人回答说 是的 宋又问 阴阳殊途 不宜相见 莫非你有时 魔冤枉委屈之事 想求我帮忙 妇人悲弃地说 我是以前这座宅地中主人司 室的妻子 有一次私事奉派出外 他的弟弟向我求 欢 屡次逼迫 我拒不答应 遂被他杀害 死后被 他用毛毡果尸 投入宅中西北角的厕所中 多年来 我一直想向来此借宿的人 陈述冤情 但唯恐俗人 怯懦 怕他们看到我的形体而心生恐惧 所以知道 如今 我所受的冤屈 仍然无法洗血 我知道 您一 向持宋金刚经 借此功德足以庇佑一切众生 判您 顾念我所受的冤屈和污秽 多加怜悯即拔 宋参军说 听你述说的冤情 确实令人同情 但是我官卑直晓 力量有限 恐怕无法胜任 明 天我会禀报扶君 请他派人协助 妇人道谢而去 四日早上 宋参军将此事禀报扶君 扶君很同 请他的遭遇 但心里人半信半疑 遂派人前往宅中 的西北角挖掘 虽然挖到厕所 却仍然没有发现尸 体 宋参军看他们挖不到尸体 又继续诵经 当天 晚上 妇人再度出现 说 就在西北角 相差指 有一尺 四日 依照妇人的指示 终于挖到尸体 毛毡 内只剩下骨骸 于是便将尸骨洗灼干净 暂时移放 别处 以便则的安葬 这天晚上 妇人来向宋参军拜谢说 蒙宁的 深恩庇佑 实在难以报答 据我所知 您日后将遇 有二子 长子恐怕难以存活 幼子长大以后 未是 患中人 可享荣华 您日后当身 千位贵州别价 宋参军问他 你为何不报仇 他说 他 的弟弟目前为官 尚有福禄 命中注定 还不该死 所以现在不能找他报仇 茂宗启平说 妇人诉冤于参军 并非珍惜者 各换区 实在是要借着精力 以拯救沉沦 至于 命中注定 还不该死 游族令人惊醒 大家美见乱 臣贼子 认为恶应当的恶报 何以向曹操及秦桧之 被 在世时凶恶残暴 竟然能够扶寿双全 致使人 怀疑因果报应的真实性 殊不知这是他们的福禄上 未想尽的缘故 一旦命中 人须遭受累劫轮回 受 尽地狱诸苦 堕落为牛马蛇辉 所受的夜报 更不 知何时才能了结 这位妇人的尸骨 虽然已经出离 厕所 以后必定会在森罗殿上 所回这笔冤债的 世间有些无恶不作的人 居然非黄藤达 如前 树秦桧之流 或国殃民 陷害忠良 竟然得宠 善 乐好失的人 反而困苦不堪 如岳飞尽忠报国 竟 然被害 或许有人怀疑 因果报应 皆是无稽之谈 其实不然 若就三世因果而言 前者所以非黄藤达 乃是 其前世的善应已熟 而其今生所造的恶业 则留待 来生或后世去受报 后者所以困苦不堪 是其前世 得恶应已熟 而其今生所造乐善好失的善业 则留 待来生或后世去受报 所谓 善恶到头中有报 指真来早与来迟 的确是千古不易的治理名言 佛说 假使千百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因果 报应是丝毫不爽的 武技败先王不可杀身 摧鬼 唐朝柏林人 是王洪之的女婿 洪之在 贞观年间任庆州河川县令 摧鬼在河川县病死 经过了数十天 洪之的家 人忽然在夜里听到摧鬼讲话 起初全家人非常惊恐 渐渐就习以为常 有一天 摧鬼向妻子说 我是王家的女婿 在七家智力临位 虽然不合于理法 然而我苦磨锁 一 盼望你们能够为我致力临位 他的妻子答应 了他的请求 朝夕至时在临位前 摧鬼说 不许 用肉 只能以素食祭拜 摧鬼常劝他们礼佛 并叙述地狱受行之事 摧 鬼说 人的一生难免会犯杀身及不孝等罪 我 虽然没有这些罪过 但我恳求你们为我设斋供养佛 菩萨 并写法华经 金刚经及观音等经各两三部 以后我就不必再来了 王家依照他的话 写经设供之后 摧鬼感激末 明的前来向他们辞别 全家人都悲伤地送他 摧鬼 拉着一父子说 这个小孩长大以后 必未明观 希望你们好好养育他 从此以后 摧鬼就没有再 出现过 的藏经云 人在命中之后 眷属不应当以余 肉昏心祭拜 因为杀身祭拜 对于王者不但没有私 豪利益 反而增长他们的罪业 加重他们的负担 假使王者生前修善 本可到人间或天上享福 但因 眷属杀身 连累他要和那些被杀害的冤魂来对质 以致延迟往生善处 何况有些临死的人 过去没有 种下少许善根 要根据他自己所造的业来受苦报 这些眷属于心何忍 还要替他增加罪业呢 连池大师益云 既先不宜杀身 王者既成 即春秋既扫 据当戒杀以资名符 杀身以祭 徒增 叶尔 夫八真罗于前 安能起九泉之一骨而始之时 忽 无亦有害 智者不畏也 六高孝转求族人诵经 高孝转 自子高 浩申伯 明朝将都得祥身 已有年轻兵大破扬州时 时可法殉难 孝转从容的 亦死在大臣殿上 顺至十三年五月 孝转的同祥身 黄忠敬的儿子 从西门夜影归来 经过学祥前 偶然看到一个人 从学祥中走出 有两盏红色的沙灯座前倒 黄就走 向前去打招呼 借他的灯光和他同行 那人好像穿 这明朝的服饰 走了几步 黄想起如今是清朝 怎么还穿着明 朝的服饰 他害怕受到连累 准备向那人辞别 那人问道 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黄回答说 家父还健在 两人略数身平 甚未欢恰 黄将底加十 遂向那人问说 请问您尊姓大 明 那个人说 我就是高孝转 黄一起他早 已去世多年 不免经拒万分 急着寇门要进去 高孝转说 你不必害怕 我和尊翁感情很好 我不会伤害你的 现在我有一件事 要拜托你 凡 请你转告我的族人 请他们多为我 诵经钢筋 说 罢就离去 黄将孝转的话 告他的亲族 大家乐意帮助孝转 并言请森众诵经 一共送了五千零四十八卷 将 此功德回向孝转 高孝转的智节 昭章实册 应该可以得到人天 福报 但却滞留名徒 须及亲族为其念诵大成佛经 然后才得解脱 由此可知 金刚经的功德不可思 一 七任五娘杀身遭恶报 唐朝龙朔元年 洛州景福寺有为比丘尼 他的 是同名教人五娘 死后家人为他立了灵座 经过一 各多月 他的妹妹和弟弟在夜里 听到灵座上传出声 赢的声音 觉得很奇怪 追问何故 他说 我是五娘 生前犯下五种重罪 一事 不应在四中 狐作飞味 二是喜吃牛肉 三是作剑舞 骨 四是交坡跟汤 勿杀虫乙 五是江活鱼烹煮 又杀螃蟹涂窗 杀身无数 被我所杀害的众生 都 向民府投诉 要我逐一长报 我被冥王判入刀山 剑树地狱 一日一夜之间万死万生 受苦无量 险 在我身上插了七把刀 痛入骨髓 说到这儿 他又痛苦地呻吟了几身 才继续说 下去 我请问鬼力 有什么办法可以免除这些痛 苦 鬼力告诉我说 你生前所造恶业深重 固寿 地狱之苦 若想脱离 必须有阳间孝顺的子孙 为 你写金刚经七卷 借此功德 才可以出离地狱 我说 我没有子孙 家中只剩弟妹 恳求让我回去 探望他们 后来特蒙明司允许 求你们念在骨肉之 请 把我生前遗留的衣物变卖 将所得的钱财舍入 净土寺 恳求宝献大师为我写金刚经七卷 并亲自 在佛前 替我忏悔杀身及种种无边重罪 使我早离 地狱之苦 他的家人依照他的主妇去做 保献大师刚写的 一卷 就听到他欣喜地说 明司玉利以秉奏明王 抽出插在身上的一把刀 血经七卷圆满 身上 插的刀就全部抽离 最后一次来报时 他说 现在集此七卷金刚 金的功德 所有向我所债的身灵 君的解脱 以脱 深善道 我的罪业消除 已出离地狱 亦将脱身闪 道 特别来向你们拜谢此行 此事是无心人审选法所说 与净土四至整合上 所说相同 八兆碧严森超见王妻 兆碧 宋朝四川人 赴金应世 家中妻子李世 不幸亡谷 赵碧及地返回故里后 看到王妻在道旁 向他哀告说 我生前时常用酒浆泻灌醉主食 明思罚我入泻山地狱 群泻是咬我的眼睛及全身 弄得变身流血 受苦无量 生前我又糟蹋米骨食粮 等总共五十九斗七生五合 使我减瘦十二年 瘦三 七大地狱 明王派狱族监视我卖酒 每次无常鬼追 到王魂 就赐我身上的血 补足元数 此外又道别 得地狱去受折磨 现在你以吉地荣归 特来哀告 明思非常敬重金刚经 请你为我血经七卷 仗此般 弱得功德 便可使我脱离地狱之苦 赵碧回到家中之后 马上言请僧重血经 刚血 了两卷 赵碧准备到王妻的坟墓前去祭奠 刚到墓 侧 忽然有一位自称是山神的老翁 告诉他说 佐 天武时研磨天子的勒令以来 你的妻子成血经的功 得 已经上升天界了 久不可信邪教 唐朝元和十五年 愿人无可救 住在长安 他 和妻子都信奉摩尼教 过了一年多 妻子报死 三年后 无可救梦见王妻托梦告诉他说 我 因为邪剑堕落魏蛇 在皇子被浮屠下 明天就要死 了 希望你言请僧众到那里去送金刚经 使我能够 脱离二去 他在梦中不幸 还斥责他一番 妻子 大怒 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他惊醒以后 赶到面部 肿痛难忍 他的王妻又托梦给他哥哥说 你弟弟的面肿 可以摘取花园中的龙蛇草道夫 就可痊愈 他 哥哥将梦中的话告诉他 他到花园拔来一室 果然 立刻痊愈 一日早晨 他兄弟两一同前去言请僧众送念经 刚经 过了一会儿 看到一条大蛇从塔中出来 昂 起头来看一看塔 诵经完毕 蛇就死了 可就从此 信佛 并且经常持诵经刚经 使李刚诵经 明阳两立 唐朝的兵部尚书李刚 有一天患病报死 心凶 上温 三天以后 又苏醒过来 说出入明的经过 李刚被人引入殷府 见到一位大将军 他叫李 刚坐下 然后翻越桌上的暗卷 看完后对李刚说 错追了你 过了一会儿 狱卒拿来一个盘子 盛放有铁丸 树梅 然后又抬了一个府 放在亭中 府下自动有火 在燃烧 府中是滚沸的铜支 把铁丸烧的通红 狱卒 将盘子端来 将军千让着请李刚先吃 李刚恐惧碗 分 只好碗词说 我觉得很饱 将军拿了盘中的铁丸吞下 入口以后 浑身通 体动鸣 又喝下铜支 身体就燃烧起来 请客之间 烧个金光 过了一阵子 又恢复原状 李刚好奇的探寻 究竟大将军说 地下没有 其他东西可以冲击 只有这个铁丸和铜支 如果不 吃 马上就会被猛火焚烧 比吃还痛苦 请你书写 食部佛经 并持诵经刚经 你就不必再来的府 我 也可脱离此地 李刚还阳以后 遵守承诺 写了十部佛经 有 持诵金刚经千卷 从此重信佛法 终身不渝 十一转女生为男生 圣在德 明朝苏州风侨人 根学明法师学金刚 经 万历初年 他病死进入明府 原来是丑鬼明教 圣之化 向郡皇控告 在德英卫理职 被誓还阳 第二天又死了 进入明府 见到郡皇下接对他说 我前身是荆州人 姓曹 自从来此担任郡皇 我 德母亲张太君 已经转世三次 都是女生且不能生 欲 请你带我 恳求玄明法师 前诵金刚经 吉月尚女 经各五百步 拯救我的母亲 转位男生 再得见郡皇 言辞恳切 再返回阳后 就礼请玄 明法师代为宋经 宋闷之后 并叠告郡皇 十二明府 敬重金刚经 扬言 宋朝人 有一天梦见父母 向他哭泣 他 问父亲说 佛家及道士超度的功德 及明纸经 博有 没有用 他父亲说 有用 但是民间最重是经 钢经 若是能够为我们 印一千本诗诵 功德最大 扬言于是 就尊主印经诗诵 十三次写写经 抄见王府 李前官 唐朝隆西人 后来移居郑州 明庆五 年 他的父亲福应去世 前官刺写书 写金刚经 班 若波罗密多星经 各一卷 随愿往生经二卷 他写完 走出房门 再返回室内 忽然从院中传来 振振浓郁的 香气 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 他的左右邻居们 都知道这是 他刺写血经的感应 无不合掌 称赞他的笑形 似血血经 这是何等精尘 振振的香气 奶珠 佛菩萨显灵 加许他的制成 兼顾他的信心 大凡 心死的人 神时昏迷 前途不见光明 举目全无半 吕七七四十九日内 恐怖 痛苦无量 盼望阳世 子孙作福就拔 前官书写 大臣班若 使王父超深境 土获人天善道 待无疑 世故的藏菩萨 本愿经上说 如是言 福提男子 女人灵命忠实 神时昏昧 不辨善恶 乃至眼而更 无间文 世诸眷属当须设大公养 转读尊经 念佛 菩萨名字 如是善缘 能令王者离诸恶道 诸魔鬼 神兮皆退散 十四诵经须专心 明朝家境年间 少保七季光 平日持诵经纲经 在行五间人不稍停措 他担任副总时 有一天晚 上 梦见一位阵王的士兵 向他说 明天叫我的妻 子到您这儿来 请您为我送金刚经一卷 以便度托 第二天早上 那个士兵的妻子 果然前来 一如 梦中所说 七季光当天早上 就为他送金 夜里梦见 那位士兵向他致谢道 感谢主帅您亲自送金 因 为中建杂加油 不用 二字 我虽然可以脱离痛苦 但尚不能超身 季光深感惊讶 他回忆送金的时候 夫人曾命 婢女送茶柄来 他挥手拒绝 虽然没有说出口 但 事一死事 不用 既光在渡壁户前送 又梦见事 兵向他致谢 说已经超身了 他时常将此事告诉木客 终于被传扬开来 十五目旁 草卢生灵之 司马乔卿 唐朝人 永辉年间 任扬州司护曹 天性纯厚 杰操极佳 他的母亲去世后 悲伤不已 杰卢在墓旁 刺 写书写金刚金二卷 不久 草卢旁常出两只灵之草 过了九天 长得有一尺八寸高 绿色的根筋 红 的花盖 每天都滴下水之一身 喝起来甜美无比 好像蜜一般 滴完后 又会自动复原 乔青的同事 门都倾见此一骑士 称赞这世他孝行的感应 十六支珠塔 袁洪道 明朝公安人 自中郎 万历年间进士 与兄宗道及帝宗道 并有才名 当时称为三元 三人系同胞兄弟 同为公太夫人所生 袁家世代理 佛 前姓佛法 原母公太夫人 尤其崇姓金刚经 虽 处尊贵 且年事已高 但是每天经情持送金刚经 奉为日课 有一天 他送到一半时 堂上的梁柱垂下一条 黄思 有一只巨大的蜘蛛 沿着黄思 而下 绕着金卷 走了数圈 敦伏在金卷旁 太夫人见状 助导说 你是来听诵经的吗 我不敢你 听我诵完经再走 吧 他仍然继续敲着木鱼诵经 等他诵到六如迹 一切有味法 硬坐如是观 时 看到蜘蛛缓缓的摇 洞 好像是在礼拜的样子 直到诵经完毕 他向知 猪说 你可以走了 这时 他发现蜘蛛不再如洞 他拿起来一看 仅剩一副空壳 体内的肉都已消失不见 他身绝经 其 马上呼叫家人前来观看 大家无不择择撑其 其身赞叹说 金刚经竟然如此不可思议 公夫人将蜘蛛的一腿 装在一个小磚之中 以 森里安葬 并立了一座小塔 称为蜘蛛塔 以 至其意 十七歌转人生 唐朝征官末年 并周十必四有位老和尚 鸣角 鸣渡 平日以参禅及诵经 为日课 秦池金刚经 在厅堂的梁柱上 有鸽子柱朝 且已敷了两支 除鸣渡 鸣渡每天用圣州 补养他们 并且助导说 希望帐我诵经的功德力 语意赶快长成 有一天 这两支厨哥在学飞时 一同堕得死亡 明渡十分晚 习得将他们埋葬 过了十多天 明渡梦见两个小孩 来向他说 儿 等先是有少许罪业 碎受歌声 信蒙师父您送金刚 荆棘法华经的功德力 使得转身人道 将出身再聚 离此的十里的某家 十个月以后 明渡亲自暗指造访 果然有轮身 子二人 他口喊 哥儿 这对轮身子都回头应 诺 经过一年多 才开始说话 十八弹成空壳 明朝万历根营年间 湖州华林镇有一个老人 每天持诵金刚经 他家有只母鸡 抱着十二个卵在 夫 有一次 老人梦见十二个人 跪在堂下说 听 了您的诵金声 使我们都能度脱情声 所以特别钱 来致谢 老人醒来后 立刻去检视母鸡肤报的十二个卵 拿起其中一个觉得很轻 其他的也是如此 包开 一看 已经成为空壳 他大为精益 马上呼叫家人 前来观看 并将其余的十一个包开 都已成为空壳 了 第十篇集第 一基因德 儿子中壮元 杨循 唐朝人 大力年间任奎周推思 平日池 送金刚经 为人正值清廉 方便祭师 乐善好师 广基因德 他有个儿子 自幼读书很聪明 至求功名 有 一天 这个儿子向他禀告说 即将开科取士 还 而打算应是 恳求父亲答应 杨循说 你学业未成 下科再说吧 当天晚上 杨循梦见金刚神告诉他说 你持 送金刚金智 为前程 为官公正联名 平身的应得飞 常广大 能因子孙昌盛显达 这是你积德的善报 你的儿子将来一定能够跪险 倘若参加科举 必须 改名为杨春 前去应是 我在市场中会暗中帮助他的 得到金刚神的指示后 杨循遂命儿子改名为杨 春妇是 放榜果然得中第六名 四年杨春妇审事前 梦见金刚神告诉他说 今年审事的题目是 行王道而亡你可以预先留 亦 但不可泄露出去 杨春遂在书方中选出数篇 好文章 详家参阅 后来入场 果然就是这道试题 结果终了第九十六名 参加电视完毕后 杨春又梦见金刚神说 你 的策论写得很好 但因不合主考的心意 被平在地 物价 我已在御踏上将你的试卷换位 第一名 后日 唱名时 你将大魁于天下 这是你们父子平日持送 金刚经 广基应得的善报 极致放榜 果然文心高照 大魁天下 魁周太守使言获西推思杨巡之子杨春中天下都 魁 非常高兴 便邀杨巡前往一叙 杨巡入剑后 使太守首先向他祝贺说 令狼高中状元 可喜可 呵 行剑平不清云 你也可以辞官 回家安享清福 了 杨巡回答说 我未历四十年 家中并无余产 只是尽力基因得而已 这些年来我保存了三个囊 带 请您派人拿来看看 太守联称甚好 立刻派人去将囊带取来 打开 之后 发现第一个庄有三十九枚大钱 第二个庄有 四千多枚中钱 第三个庄有一万多枚小钱 杨巡说 我每次审讯囚犯 欲有死囚 家果 情有可原 则改判冲军边地之流行 就投一枚大钱 如遇冲军之罪 是其罪行又可改判徒刑时 则投 一枚中钱 如欲仗罪而轻微的 或与轻判 或与事 放 则投一枚小钱 这就是囊带中同钱的来的缘由 我也效法周虎实践 太上感应偏十种善业 小儿能 够侥幸极地 我想或许是我持诵金刚经 以及奉公 行善所至 岂敢马上辞官 自求安逸呢 看完这篇故事 我们可以发现当初阳春能够考 中状元 绝非偶然性质 至欲之法 原当以人数为本 一念侧隐 尚且感格鬼神 何况养老在四十年之 奸 盛行好生 词汇联名 凡欲可以精全的 无不 竭尽心力 平日则前 诵金刚经 实践太上感应篇 例行英智 才能感应道交 英智文说 欲广福田 须平心地 行识时之方便 做种种之英功 指 要诚心肯切 赌至奉行 冥冥之中 皆可获至不可思 一之国报 二出迎行 向梦缘尽世极地 向西县 明朝人 起初名叫德芬 后来改名为 梦缘 他应相识 类似不敌 有一天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 本来可以在 新卯年考中相识 因为监污 两个婢女 被消去名吉 故而屡事不忠 从此发誓 出鞋银 暗中广基 应得 西县有一个朋友 高松生 金鱼书法 西县请他 用凯书书写金刚经 然后刻板诗诵 年年如此 经过了十余年 有一天 他又在梦中 走到一个的 方 看到黄色的绑纸上 第八名为 像性 中间的字 很模糊 下面的字位 圆 字 旁边站着一个人稿 素他说 仔细地看 这是你天榜的名次 因此 改名叫梦缘 到了仁子年 他考中 顺天香 是第二十九名 几 为年会是第二名 发现名次均不相符合 直到电视 放榜时 中了二甲第五名 才领悟何顶甲之数 按科举时代电视近视 一甲有三人为顶甲 梦缘 为二甲第五名 以全部来算 应该是第八名 故说 何顶甲之数 而且乡是集会式的榜单 皆是白色 唯有电视榜单位 黄色 世人犯邪 赢者甚多 虽然一时不见恶报 然而 明明之中 有的莫消福禄 有的应夺受算 有的消 去科名 有的死于非命 有的暂时获托 而宜报于 子孙 有的虽未于金事偿还 必定仇报于来世 无 可幸免 华言经云 邪淫之罪 能令众生堕三恶 道 若生人中 得二众果报 一者七不争良 二者 得不如一眷属 世人愚昧无知 曾犯此罪者 若 能及早觉醒 以惶恐羞愧的心 在佛菩萨前一一忏悔 择罪从心起 还从心灭 积德祭久 自可挽回 向梦源注定 心卯年可终相试 因犯隐形 被消 去明吉 若非戒除隐形 暗中积德 流通内典 起 能与仁子年中相试 心卯年聚仁子年 长达二十一 年之久 有志于清云路者 能够不审慎吗 三不可谢乌佛经 王叛 明朝山因人 万利甲数年尽事 说起王 叛登帝的经过 值得一些不知尽信佛经的人 尹未 见解 一日 王叛的伯父抱着幼儿在门边玩 不胜疑 失了带在幼儿手臂的银着 王叛的父亲凑巧在旁 就被人怀疑为其所窃 王叛的父亲因而愤恨不平 在神前发誓说没有偷窃 并用脚踩踏金刚经 事后 大家都不在意 但王叛未如生 屡次应 事 成绩虽佳 却不能及地 有一天清晨 王叛走到城外 看到两位白法佬 翁在互相谈论着 大善寺前的秀才王叛 本来是 能考中的 只因他的父亲谢乌金刚经 所以被削去 明吉 王叛返家后问他的父亲 果有此事 遂在佛前 忏悔 手写金刚经一部 终于中了相识 他想再写 一部 尚未写完 就在梦春正月 被外放任官 道 了假数年 他又继续写完 才进市集底 四送经销素页 张炳莲 清朝大新人 年轻时曾经杀害过一只 猫 后来进入科场考试 这只猫屡次前来扰乱 他 恐惧异常 唯有前程持 送金刚经及星经 道光已有年间 他参加科举相识 文稿写好 藤写完毕时 看到那只猫又再出现 他急忙掩盖事 卷 不停地送经 这时 忽然出现一位老人前来将 猫赶走 并交代他考试完毕之后 要赶快严请和尚 超度 说完以后 那位老人就不见了 张炳莲终于 考中 五送经功生 儿子登帝 沈光华 明朝家何俊仁 万历年间 曾任两怀 严韵使 后来辞官返归故里 有一天 他与同俊吴松贤聊寒暄 互相询问境 况 沈光华说 我每天清晨如素 持送金刚经矣 经有二十年 念有二藏之术 当时吴松随口的应 父 并不在意 没多久 吴松有一天的大清早 专程赶到沈家 向他恭贺说 今年令郎参加江南乡市 就要登 递了 沈寻问何故 吴松说 昨夜我梦见一个 神人说 郡中有位是大夫 因为平日持送金刚经的 功德 他的儿子得以登帝 醒来一想 一定会应验 在您的身上 是年秋天 沈光华的儿子应鸣 参加乡试 果 然高中举人 沈光华持送金刚经 极为虔诚 不论行住坐卧 都能一心按送 他经常往返东郭 继子家 在航路 尖也是一心持送 所经图护市场 及一切虚空 的瞻 班若功德 而超脱的众生 更是不知凡己 沈功能以四无相心 修一切善法 累事积德 恩则所备 所以子孙禅连科帝 历代军为家和郡中 官族 六早日吉地 于礼回 唐朝人 元和年间富士落地 返回家 香 为此闷闷不乐 有为和尚劝他说 如享早日 吉地 何不读诵金刚经 他从此每天念诵数十遍 有一次 他到王桥地方 在月色中散步 被依 美女引诱到一个村舍 听到喧闹戏笑声 进入堂中 又看到美女五六人 他甚感惊疑 于是暗中默念 经文 忽然从口中放出一光 所有的美女都惊骇逃 散 他闻到心晦的味道 才知道这是狐狸聚居的的 方 他看到前面杂草丛生 不变路径 正在不知该 怎么走的时候 忽然有一只白狗 来做前倒 他的口 中又发出光来照路 碎得返回住所 于礼回念金刚经 达数万遍 后来终于尽是极地 第十一篇生子 一经刺灵尔 明朝时 秀水的祥身扑克重 娶妻王室 欲有 一男一女 家庭本来非常幸福美满 不料突然发生 意外 两个孩子都因为斗窗 相继妖亡 王室伤心过 杜 把两眼都哭瞎了 王室自幼与佛有缘 身惜佛力广大无边 他身 知这种种变故 均是素是罪业所致 从此发愿忏悔 专心持诵金刚经 数年不错 有一天 王室正在诵金时 左眼忽然流出泪水 一阵剧痛 不久就重见光明 又过了几天 又演 也是如此而复明 从此望是持诵金刚经 一家前程 有一天晚上 王室梦见佛向他说 你本来无 子 因为诵金智位前程 所以赐你一子 王室因 死又怀孕 果然生下一个男孩 多年来不再生育的 王室 不经喜出望外 特地将孩儿取名为 今次 二宫行缘满获灵儿 明朝万历年间 淮北的大商人 忽然 原是关中 人 取妻无事 他经商多年 积得巨资数十万 平 日乐善好施 广行善事 只因西夏无子 一直隐蔽 汉事 夫妇 二人为此忧心不已 有位和尚劝他说 你如果能够印金刚经一藏之数 即五千零四十八 卷 广为结缘赠送 必定能获灵儿 忽然速根深后 一听就深信不疑 马上付诸十 行 不仅刻印金刚经一藏师送 又不失棺木一藏武 千四十八之数 并故人将暴露在外的尸骨掩埋 他如此滋滋为善 经过了十多年 功行圆满 遂言请四十九位僧众 起见七昼夜道场 送经礼颤 广修功德 四年 他的妻妾连续生了三个儿子 各个聪明 隐悟 夫妻二人都年于七旬 家道兴隆 三想长寿多子多孙 邓绍峰 明朝人 生于家境几有年 很多相识 断定他少子少寿 于是发心持诵金刚经骑子骑兽 崇祯仁五年 他九十五岁受终时 有十三子三 十六孙 四斋僧诵金 喜获灵儿 一 施正宇 明朝迎宪人 四十岁还没儿子 他里 拜天同寺的密云和尚 取各法名叫通等 密云告诉 他说 你要是能够用斋贩 供养僧众 并且持诵金 刚经 自然就会有儿子 正宇依照他的话在佛前 发愿 当天晚上梦见金刚神 写了一个照字给他 从此以后 正宇开始如宿 并轻书一卷金刚经 每天非常虔诚的持诵 寒暑不错 此外每年都舍 斋功养僧众 并且广行善事 后来果然生了五个儿 子 五斋僧诵经 喜获灵儿 张杰 清朝顺治年间 官拜浙江提督 到了六 十岁还没有儿子 他的夫人臣氏 崇信佛法 每天 持诵金刚经 并到各处名山道场 设斋功养僧众 康熙五年二月 臣氏到天同寺修 华严颤法 山 中出现五色祥云 连续七天之久 那年七月 张杰 的妾就生了一个儿子 张家后义至今 仍然恪遵遗训 前奉佛法 持诵金刚经 从未停坐 第十二篇赶神灵 依当知此处 即为是他 明朝洪至年间 嘉兴府真如宝塔 清仪 大家伤 一两酒 都认为应该重新修建 当时 有一位投驼 僧 名叫怀林 拖着三丈长的铁链 到处去木画 离 今二十余年才完工 殉吉常年于塔中 至今尚有霄 相继四他 投驼僧 起初在苏州 成天四出家 平日饮酒吃婚 灭世戒律 不守佛门清规 有一天 正值夏季 投驼在室外乘凉 忽然走 来两位明促 住他的颈部 投驼看到明促手上持 有跌令 上面写了十多人的名字 他的名字赫然也 在其中 投驼向两位明促贿赂 答应给他们若干处定 希望稍缓七天 等其余的人都追齐之后 在一道前 往明府 两位明促点头答应 四日清晨 投驼将昨夜遇到明促的事 告诉所 有的图众 并往市场买 储定焚烧 将后世交代妥善 有一位图众说 真如似某位蝉尸的道 很颇高 他住的地方 离此仅有一天的水路 何不前往求 九 投驼心想 与其在寺中等死 不如前往一世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就立刻竖装前往 到了真如四 投驼一见到禅师 便伤心的痛哭 刘涕 向禅师 并告尚情 恳求施酒 禅师说 这里的佛塔即将颓毁 你如果肯真 陈发心 愿去木画款项来修建 我就教授你方法 保证明促无法捉你 投驼文言又惊又喜 就在佛前至成鼎里立世说 果真能够不死的话 我愿意去木画款项来修 见即将颓毁的佛塔 势必 禅师将手上的念珠交给投驼 说 你 在这七天中 不要睡觉 就在我的房间里 一新砖 诵金刚经 经中 当知此处 即为是塔 这两句话 细心体会 就足够自救了 投驼遵照禅师的指 是 足不出户 一新读诵 经过七天 两位明促亮亮呛呛的来到禅师住的 地方 向禅师说 有位注定要死的投驼僧逃来此 的 请求您指示方便 禅师说 禅师说 他在房中 任你们去捉吧 明促刚踏进房间 急金黄失措的退出来说 房间里只看见一座宝塔 放出夺目的光芒 使我们 的眼睛无法睁开 禅师说 禅师这时才告诉明促说 他持送罪上惩罚 又发勇猛的大怨 虽是天龙鬼神 也对他无可奈何 你们暂时 你们暂且回去禅父明君 就说怀铃僧有某禅师赞 留修塔 功德幽明君瞻 你们不会有罪的 明促 不得已 只好回去 将上情回复明君 投驼僧经此大难不死 不敢再搓驼岁月 岁至 造铁链锁住自己 不论寒冬延下 跪在人车浮凑的 道路上 向善男性女化缘 如此尽在有生余年 玩 晨修塔的大功德 世界上玩很造业的人颇多 但是也有见闲思奇 想要行善增福的人 若一味的英雄苟且 今天等 待明天 今年等待明年 白白浪费大好光阴 悠悠 呼呼 到老魔所成就 直至受算已尽 一口气不来 奄奄一席之时才懊悔 万般带不去 唯有夜随 生 就已经太迟了 怀林森在短短七天的 期限中 能跳出人鬼关头 其原因何在 只因为一心怕死 追求在生的念头 甚为急迫 所以才能专情诵经不错 经云 在在 处处 若有此经 一切世间天人 阿修罗所应供养 当之此处 即为是塔 皆应恭敬 坐里围绕 以诸 滑香而散其处 怀林诵经 献出光明宝塔 别说 明室对他无可奈何 即使是阎魔王亲至 也要肃容 定力 天下间 善果缘熟 不在岁月多寡 只要发怨 勇猛 向前做去 毫不迟疑顾虑 随其一念一世 自能感格佛天 这是古今无数人的经验 丝毫不爽 二龙心寺主 唐朝元周龙心寺 某次举行摘森大会 除了上 首之位空出 恭请兵头卢尊者 立临之外 寺中住持 辣高德少 则坐于首位之下 大家陆续的入座完毕 有位小僧来的叫碗 找 不到座位 看到住持之下 上有一个空位 小僧想 要坐下 被住持赤马赶走 就这样连续几次 小僧 唯恐错过斋饭的时间 就竟往那个空位坐下 这时 住持靠着柱子而坐 健壮大怒 举手准 被锅打 刚伸出手去 衣袖就被柱子压住 无法挥 全 整个堂上的人都看得惊骇莫名 小僧健壮 没有继续留作用斋 面带溃色 狠 沮丧的回到疗房 堂上的人都认为这是小僧的道德 所致 因此 住持就携同四众到小僧所住的疗房 对他被家里禁 小僧谦虚的说 我并没有什么道 行 那敢接受大德们如此的恭敬呢 在旁的四众就问道 那你平身是如何修持的 小僧回答道 二十年来 只是持送金刚金儿 以 大家听了 赞叹不已 一致认为刚才的是 比 定是金刚护持之力 住持赶忙回到住子面前 焚香 定力 并助导说 倘若却是金刚神力 使得衣袖 被住子所压的话 但愿能够再拉得出来 说吧 住持就伸手去拉衣袖 果然不出所料 随手就拉出了 三天赴宝盖 随朝一周星凡县四十里 王济村 有位书生姓寻 擅长书法 但是村中的人都不知道 寻姓书生存 经在村东的空中四面 书写金刚经 打算要给诸天 读诵 起初 村中的人并不知道 有一天下起大雷雨 来 木牛的儿童 站在书写金刚经的地方 身上的衣 服却没有沾湿 方圆大约有一丈多宽的土地 仍很甘 造 丝毫没有被雨淋湿的痕迹 村中的人对此都感到奇怪 从此每当下雨的时 后 小孩子们就聚集在这里 当然也就不会受到雨 零了 到了唐朝武德年间 有位义森告诉村民说 这块地方空中有金刚斑若波罗蜜精 诸天在上南社 有宝盖掩父 不可侵犯 从此村里的人在那里围 设栏杆 以阻止人处践踏 每逢摘旗 大家都前往 设宫礼拜 常常听到天月声不绝于耳 四成星求佛道 要常摘断肉 唐朝大历年间 为周别嫁周伯玉 每天念诵经 钢筋从未见断 有一天 他看到一位范僧前来 他问范僧说 您是那位尊者 那位范僧说 我是班若会上 得须菩提 你持诵经钢筋数年 可惜不能断肉 若 事前星求佛道 一定要常摘断肉 伯玉从此持长 摘诵经 临终自知识至 到了九十岁作画 五元光大小看成星 唐朝时 李廷光认得周司马 持长摘念诵经钢 经 他每次持诵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元光在前面 如果用心情送 则光圈越来越大 如果心中烧存泻 带 光圈就越来越小 光芒也越来越暗 从此以后 他更加砥砺精进 不敢烧存泻带 六 宦官杨某 唐朝有一位宦官杨某 是杨复公的弟弟 专持 金刚精 他被秦宗权的贼党抓去 替宗权做事二十 多年 他虽在贼党中 仍不忘修持 持送金刚精卫 曾停坐 后来宗权的儿子出任 襄阳节度使 残暴不仁 使得人心畏惧 这时杨某任监军使 就又使不降召 得严杀死宗权的儿子 并推举召得严为节度使 从 此民心安定 恢复往昔安居乐业的生活 杨某有一次在衙门的柳树下 焚香客送金刚精 忽然有一本金字书写的金刚精 由空中飞下 这 是他精神持送的感应 七道过龙宫的任自信 任自信 唐朝家周人 时常持送金刚精 真元 十五年 他因事前往湖南 船经洞停湖 突然有衣 各云状的义物浮到船上 顷刻消散 没想到自信却 不见了 自信随着波浪到达龙宫 静夜龙王 龙王请他身 便念诵金刚静 并赠他珠宝 然后有两位和尚送他 离开龙宫 临行时 一位和尚拿着一封信 托他带给恒月 观音台的少真法师 然后自信去南越观音台 果然 见到了少真法师 法师告诉他说 那未托你带信 得和尚已经元祭五六年了 八经献妙光 明朝万历年间 处得有位高僧名叫韩辉 每次 诵经时 都非常前进严肃 自具清河 闻见他诵经 得人 都不经肃然起敬 他曾经在天皇寺 用香水金墨合着墨水书写金刚 经 写到第十六分时 天色见黑 他望了点灯 桌 尚仿佛有围光 一直书写到深夜 竟望了饥饿 当他感到饥饿 想要吃东西 站起身来想起灯烛 十 忽然眼前变成一片黑暗 他赶紧叫房的和尚 举来火烛 发现自己所写的字迹 比平时写的还要 庄严 九族下腾空 明朝处得有个和尚 名叫法禅 戒行颇高 发 愿往庐山见安修行 当他到达九江时 适逢西城外 的王兮兮 想要送金刚经 九仰法禅的圣名 于是 严请他到家中送金 约定三年齐满后 供奉三百两 文银 三年齐满后 王兮兮并未履约 仅给他一百两 由于不敷建安所需 法禅岁把一半的银两又不失 出去 当时 有位分封的藩王 他的船抵达九江 与 到逆风 有个富商 故请僧众替藩王拉船 始终不能 使这些船只继续前进 只有法禅所拉的船 行驶的 快如风池一般 而且法禅的脚下还腾空有一尺之多 藩王深感惊诧 立刻照来询问 法禅却茫然不 知所对 藩王以为他是妖怪 准备用刑逼供 法禅 害怕的不知所措 藩王看他那种害怕的样子 似乎 不像是会妖术的人 遂打消用型的念头 紧紧在家 盘问而已 法禅首思良久 才禀告藩王说 平森不会识 魔妖术 唯有在王兮兮的家中 宋经刚经达三年之 九 并将经过巨石禀报 藩王听完法禅所说 称探道 九文金刚经有 不可思议的功德 没想到竟然如此灵印 真是意想 不到 再三称赞他宋经的功德 并赐银三百两 资助法禅完成建安的心愿 天启新有年 法禅进入庐山 后来不知所终 石白居易书写的金刚经 明朝苏州洞庭山某寺 有唐朝白乐天所写的金 刚经为正寺之宝 嘉靖四十三年 东南发生饥荒 该寺缺乏粮食 住持不得已用这本金像山堂的王患 直押借了五十 十的米 王患施米后却将元金送还 住持运米回去 经过一座大湖一直称赞王患 的功德 船上的人提议打开金来看 刚打开忽然 吹来一阵风 把金钱的树叶吹到空中的云层去了 住持十分懊悔 三年后 有一位大官 知道该寺有这本金 于 是故意陷害住持 把他关入监狱 逼他献出此金 这位官员看到这本缺了几页的金 认为并不珍贵 便把他释放 并把金还他 住持携金沉船过湖 又遇到大风 湖面一片昏 黑 只好一船靠岸 进入村庄避风 当他走进一个 老渔户的家中时 竟发现墙壁上正贴着以前所遗失 的那几页 而且完好如初 那位渔户姓瑶 住持问他何以有这些字 指 于 户说 三年前 曾经看到一道火光掉落在田里 仔细一看原来是自指 就将他贴在墙壁上 住持悲弃鼎力 称颂为陀护法之功 并向于护 描述这件事情的本末 他说 要不是先前那震神 风 这不经就会落入豪门手中 若不是这次的神风 这不经就无法恢复完整了 姚姓于护也因此感悟而改行 并拿出很多钱来 将这本经重新装订 送还该寺 十一梦游的府的文元发 明朝万历年间 魏辉同之文元发 常州人 宿 信耿直 本来不信佛法 有一次他因病梦游民府 倾见地狱罪报之事 使之佛经上所说的地狱 并非虚构 罪服因果 善 恶报应 皆是真实不虚 从此浏览佛经 特别笃幸 金刚经 每天清晨 必定先前心持送 家人四其送 到一半 才为他准备早餐 他每次跟老朋友 王红刚雾面 必定相聚在树林 下 被送金刚经 每错一字罚赢一两 因此他两年 送的十分熟练 有时一天念数十卷 文元发的儿子郑梦 后来高中状元 曾经亲自 用力书书写金刚经 雕刻在时尚 工人读送 广位 红阳 有一位家定地方的 无声梦游名府 看到殿羽庄 言华丽 殿中陈列有一套笼藏 旁边有假式守护 无声打开一看 全是庄严的佛经 每一卷都标示着 文元发的名字 带他去的人 告诉他说 这些 都是文元发平日 所持送的金卷 无声醒后 乃将梦中所见 告诉童馆的文先生 也就是元发的叔叔 从此 无声及文元发的叔叔也 持经不错 无与生平说 天下极具信心的人 必定是从 不信心开始 凡是大根弃者 见为支柱 一波便转 终身身性不移 永不退堕 文元发就是一位最佳 的榜样 十二天神示警 高贵 明朝太苍人 家中开设鞋铺 天启五年 六月 他家房子墙壁胡贴的纸 忽然发出裂开的声 因许多纸片飞到半空中 当时看到的人很多 字 纸渐渐飘落 更有几张飘向城外 普通塔的上空才落 下来 当时有位和尚拿起来一看 全是金刚金 原来 高贵不识字 用这些金纸来胡强 所以天神特别给 语警告 促使人们注意 十三持金不错 自有名印 明朝万历年间 毛瑞珍的丰翁毛星海 惠意高 他的长子瑞珍上位入室时 有一老人 向毛家租 了一间房子 与毛家毗邻而居 老人家贫 而且没有 儿女侍奉 但是却能持斋 送金刚金 丁有年元旦 老人正在送金时 忽然看到一个 金刚神 身披金甲 手持金刚杵 出现在面前 金 钢神向老人说 你的邻居 毛易高的儿子瑞珍 金 年赴北京相识 可得第八名 你今天前去向他密报 主父他们不可泄露出去 到时自然就会应验 他 们从此会供给你的衣食居住 直到你去世后 并会 为你料理后事 使你送金无后顾之忧 这全是因为 你平日前成送金 又无儿女奉养 才特别以此筹报 你的善行 借以规劝世人 但能持经不错 冥冥中 自有感应 那年秋天 瑞珍应是果然极地 所得名次与灵 老所说相符 毛家得到应验 对灵老送金之灵燕妃 常清静 欣喜之余 遂将房子送他居住 供养终身 直到灵老去世后 并未其料理后事 瑞珍评宿舍莫寡言 这是王超龙居士在韶西读 书时 清耳听瑞珍之地所说 瑞珍后来观至光路清 十四经归故处 红断如新 元朝大德庚子年间 杭州有个人名叫周静 颇 有学问 经常聚集数位童子 为他们讲学 他每天持诵金刚经 圣位恭敬 有一次 听他 讲学的敏姓童子 不胜处翻佛灯 经卷被倾倒的灯 由沾乌 依照杭州的民俗 凡是经像受到乌损 网 网投入江中 周静一俗用红色绸缎 包住佛经 投入 江中 经过三年 碎刺鬼卯 有一天周静忽然看到仙 前投入江中的金刚经 又回到他原来居住的地方 金卷外有潮沙 而果在外面的红断依然如故 佛经 则丝毫无损 周静非常高兴 扶去粘在金卷上的潮沙 并蹲 请高森将此事提示于金卷的左方 经过了八十一年 已经是明朝红武更生年 这 本金刚经斩转传到宽替和尚之首 又将金卷重加装 表 送到南平山中 送文献公连 曾经将这件灵异 的事迹写了一篇赞 以资流传 十五班落台 陈文达 唐朝子周期线人 时常持诵金刚经 发愿为已亡故的父母念八万四千卷 念诵的十后经 常出现祥瑞 为人转经 常能免除患难 有位同山线人陈曰 曾经被冥思所追 见到的 下有一座台 他好奇地询问 据称 这是班落台 等待陈文达 文达深受名思敬重 由此可见 十六聪明经 唐朝僧人士文照 在谈言法师画像前顶礼出家 他总是感到自己愚昧昏浊 无法了解经意 有一 天晚上梦见谈言法师视线 身高一丈多 告诉他说 我有聪明经一本 希望你静静前诵 感应胜诉 文照旧恭敬的接受 原来是一本金刚经 文照 读诵七遍而误 从此聪明过人 十七齐全 唐代僧人士清虚 时常持送金刚经 有一天 邻居失火 他住的房子丝毫没有波及 先守国师法 藏 特别请他前去齐全 他送念三天三夜 仿佛看 道三位御女用刀在山腹上挖出水来 清虚墨迹挖掘 的地点 派人去挖 果然获得甘全 十八辟邪 唐朝少林寺山顶 有一间宽敞的佛室 从来没 有人敢去 是清虚之道之后 就到那里送金刚经 晚上听到凶恶的声音 马上念十一遍观音咒 又听 到好像两只牛香豆的声音 佛像都受震动 送咒记 然无效 还是在送金刚经 刚送完一遍 所有的声 因都消失 从此在那里居住的人就不再受扰害了 十九身免兵灾 死度苦恶 向兰斋 明朝人 万历秉承年春天 他梦见去 拜叶至尊无敌大王 看到一群人面带菜色 大约有 万人之多 大王说 这就是二东的人 你记住这 见世 回去之后 劝人要持斋 无数念佛 持送 金刚经 生时可以免除兵荒马乱之苦 死后可度苦 呃 过了不久 就传来山东闹饥荒 饿死的人不济 奇数 接着 辽东也发生大饥荒 饿死的人更超过 以备 兰斋梦中的情境终于应验 自此以后 向兰斋前兴持送金刚经 从不停坐 二时寿昌禅师 寿昌禅师 俗名叫金 好无名 为辅舟重人献 陪侍之子 禅师出生时 母亲难产 祖父前送金刚 金 才得安然分娩 故命名为金 禅师自幼聪明隐悟 异于其他孩童 行移仓谷 四亿赫林空 着然独立 天性谈薄 没有不良事 好 九岁进入私塾就读 他问老师何谓浩然正气 使得老师深感惊奇 十七岁的那一年 凯然有出世 修道之志 二十一岁时 偶然在一位居士的书房中 看到 桌上有本金刚经 随手取阅读了一遍 好像从前读 过世的 遂与居士谈论金刚经的旨意 居士对他的 素绘 十分惊议 自此以后 禅师便断食昏酒 决心出家 父母义 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时运空中禅师 在岭山说法 他 遂前往寿界 法名为悲惊 二十一尺落众生 吕文斩 唐朝人 开元年间 任官郎中献臣 他持送金刚经已有三万多遍 时常出现灵验奇迹 当他年老时 掉落了三颗牙齿 文斩念经祈求 三颗牙齿竟然又在众生 和原来的一样 某年 当地发生大旱 刺使刘俊派他驻台求雨 文斩经纸送念一遍 马上降下 滂沱大雨 解除了 汉象 又有一次 酒余不情 积水严重 当地的别 驾 官民 派人前来请他骑擒 他送完之后 天空 马上放擒 二十二肉山成空 唐朝 乡州有位小将 名叫孙贤 有一天暴毙 过了一夜才苏醒过来 孙贤被名使引入名府时 见到的藏菩萨 不久 有位荣王入殿 侍卫有数百 人 冥王审问片刻 孙贤看到荣王被大风卷走 一会儿 他又看到 冥王审和另一人的身平善恶 此人经常持送金刚精 但却喜欢吃肉 左边有精 卷树千轴 又感激肉成山 因为肉多 冥王欲叛他 重罪 忽然从精堆中 蹦出一颗火星 飞向那堆肉山 请刻尖肉山消除殆尽 此人腾空飞去 孙贤向的藏菩萨请问道 刚才那位荣王 被 风吹往何处 的藏菩萨告诉他说 比王当入无间地狱 刚 才的风就是夜风 的藏菩萨带领孙贤前往观看地狱 玉门内奄奄 的声音有如风雷般的恐怖 孙贤吓得不敢多看 回 诚实 经过霍汤地狱 孙贤不慎被一滴滚沸的霍汤 滴到左骨上 痛彻心肺 的藏碎 派一位名利送孙贤 返扬 二十三 免堕护身 快无安 随朝菜周人 天生神力 善于射箭 时常在松山南方射湖 有一天忽然看到一个诸行人 守的怪物 拿虎皮披到他的身上 将他推入山剑中 等他爬起来时 发现自身已经变位老虎了 他惊慌恐怖 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 忽然听到 终身 他知道附近有佛寺 岁前往求救 看到有位 和尚正在念金刚经 他闭上眼睛 俯伏在地 和尚用 手磨他头部 忽然一声巨响 他的头从虎皮中冒了 出来 便将前世向和尚禀告 和尚又磨他的背 背 布的虎皮一随手而开 身上的衣服还在 但却年幼 虎毛 五安岁出家 一心持诵金刚经 二十四转身在舍卫国 唐朝天宝年间 江苏一心县有个人名叫吴奎 每天五根起床 在佛前诵金刚经七卷 然后礼拜念 佛 他做了一首诗 五根中动漠贪眠 抖搂精神 向佛前 一拜一身弥陀佛 花池以众一支莲 吉 以律吉 他精情修行 活到九十二高龄 无疾而终 死后被两位鬼使 引荐研磨天子 天子问他身前坐 何善也 吴奎说 我自幼持诵金刚经 从未见断 天子和掌赞叹 同时叫他朗诵一卷 刚念道 舍卫国 十 口中突出妙香 并有佛像显现 天子见状 不胜欣喜 告诉吴奎说 你有甚 身的般若功德 我将送你出身在舍卫国 继承官患 之后 享受绝路富贵 子孙荣显 天子便派以使力送吴奎往舍卫国 当他经过字 己的家门时 在空中向儿女说 我应持经的功德 阎王命我出身在舍卫国 特地来向你们告别 经 后你们应当互相勉励 尽力持诵金刚经 及法华经 因为明府非常尊敬 这两部经典 若是不能受持 用 鲜花清香供养 也可以获福无量 你们记住 千万 不可杀身 因为蠢动寒灵 皆有佛性 买物放生 可得长寿之宝 无愧的儿女 听到王父的吩咐 都 悲泣不已 无愧又在劝慰说 你们不必伤感悲痛 人活 在世上 若有一善可资凭借 命中之后 就好像也 绵天小 可以再见日月的光明 假如多行恶业 死 后必入黑暗 不能再见光明 你们要好自卫之 切 记 切记 二十五 二十五 忧明报应 最公平 明朝 无门诸 公 进宫 家居时 有味出外的游 僧 起食 豆宿 一餐 这位游僧 竟联寿三斋 使得拒 即在旁观看的人 觉得非常惊奇 此事传到 恭敬尔里 便派人 言请他入内商谈 这位游僧善谈 因果报应之事 恭敬问说 不知道我们能否免除因果 游僧答道 幽明报应 是不分平负贵贱于 的 随你所做的善 恶业 公平施暴 你如果想知 到身后因果 不妨向你所信的鬼神祈祷 祈求赐梦 恭敬遂流僧住宿 并照着他的话去做 当天晚 上 恭敬果然有一梦 第二天早上就把这件事告诉 游僧 游僧说 必须持诵金刚经 才能得到解答 恭敬从此情诵金刚经 不稍懈怠 后来果然屡 有灵眼 他去世前几天 告诉家人说 我应未受 持金刚经获得极大的利益 将要转身到富贵人家 二十六转身为王子 明朝时 行程有位野僧 名叫广彻 外号通天 他为了要诵经念佛 向精神无忠诚 请求师与敬的 当时张元周尚书 有座家庙 名叫 资福 环境 颇为清幽 沈无岁向张尚书 请求 让广彻在他的家 庙中送经念佛 张尚书答应了他的请求 从此以后 广彻白天前送金刚经 夜里则手携 登录 绕行街道 不停地念佛 有一天晚上 沈无从外地回来 遇到广彻正绕 接念佛 遂为他的登录书写 沙门广彻念佛通天 八个字 万历年间某日 广彻源济于庙中 当天晚上 胡广 胡广某位王爷 梦见一位和尚闯进他的王宫说 我是杭州资福妙僧 来投胎做王子 王爷看他的 手中只有灯笼 上面所写的八个字 历历分明 整 是 沙门广彻念佛通天 八字 王爷惊醒后 家人来禀告说 世子出生了 王爷特地派遣官员到航城调查此事 发现广彻事 是之夜 正是王爷做梦的晚上 二十七曾经买金 醉业减半 唐县宗元和八年三月 河南节度使吴绍阳出巡 十 遇见一个义夫 看到他的双脚扶起在地面上 使他深感惊异 追问其故 义夫说 小人名叫全 信 贩卖酒服 卫生 素食 念佛已有三十多年 美 天池送金刚金三卷 吴绍阳说 你肯不肯把你读送的金刚金卖给 我 全信考虑了一下也就答应了 吴绍阳见他答应 就说 每个月以一两银子 来计算 三十多年 一共给你三百六十两银子 如 和 吴就拿出三百六十两银子 买下全信所读的 金刚金 全信接受银子后 吴绍阳看到全信的双脚 不再扶起地面了 元和九年润月十五日 吴绍阳生病 被明簇拘 不 忽然从天上降下金刚神 对明簇大声呵斥 这个人够买班若金 有大功德 不能用绳子绑他 鬼族马上跪下答应 吴醒来告诉妻子说 我在生时不持斋 犯的 罪业极重 幸亏去年买下全信的金刚金 罪业减除 了一半 你们应常前承受持金刚金 临终时后会 已经太迟了 你们要言请森众为我送金刚金 为我 执福 救我名中之苦 吴绍阳言弃而终 二十八降服 胡神的经师 进朝时 扬州江畔有一座亭湖神庙 传说胡神 非常严峻凶猛 当时有位婆罗门僧 名叫法藏 善持神咒 辟 出邪毒 婆有灵验 有位小僧跟随法藏学咒 数年 有臣 也能降服种种邪毒 小僧仗是神咒有焰 来到亭湖庙投诉 准备送 咒已降服胡神 却不料忽然暴毙 法藏或西爱徒死 于庙中 非常愤怒 立刻赶到亭湖庙去 不料也死 于庙中 与法藏住在同一寺内 有一位平日专持金刚精 的和尚 听说他们师徒都先后暴毙 特地来到亭湖 神庙 黄昏时分 开始送金刚精 到了夜半 听到 呼呼风声 出现一个高大魁梅的怪物 眼光如点 长牙利齿 壮圣真宁恐怖 并且不实现出种种神变 坐视虎人 但是 和尚神色泰然 人就不停地送金 毫无 畏惧之色 怪物设服于和尚的威仪 又膝着地 双手合掌 非常恭敬地跪在和尚面前 聆听和尚诵经 和尚宋弊 开口询问道 弹乐是什么神 刚 才凶猛异常 现在为什么又如此恭敬 神说 弟子是胡神 因恶业所感 故得如此 凶猛的行香 平日非常尽性经师 和尚又问道 你既然尽性经师 为什么使两 为法师报庇 神回答说 他们不持送大臣经典 只是怀者 甜恨之心送咒 他们见到弟子 便开口谩骂 想要 降伏弟子 由于弟子的行香凶恶 使他们经不而死 并非弟子弄死 说完后向和尚顶礼而退 住在附近的人 因两位法师死于神庙 都以为经 师也难以活命 第二天一大早相约 前往看个究竟 想不到经师 竟然平安无恙 而且一态安然自若 和尚将全部经过告诉他们 大家无不赞叹道 般若威力无穷 如来一代 圣教果然名不虚传 此事传播远近 文者皆称不可思议 因此发心持诵 金刚经的人很多 二十九行路诵经 杨简 紫州通全县人 研究人家经非常透彻 并在蜀中讲说人家经义 平日横持金刚经 某天 他行至一处荒山野外 拾木色昏暗 该 处因经常有猛兽出没 来往的人都非常害怕 杨简 一面挤走一面念诵金刚经 当时有一个能看得见鬼 的人 正奇怪为何诸鬼都惊慌奔走 好像害怕什么 是的 仔细一看 原来是由于杨简在诵金 诸佛仆 萨根随在他身边护持的缘故 三十神仙界佛堂诵金刚经 绍原客 明朝顺天府人 速来崇信佛法 家中 佛堂布置得非常精致整洁 万力更生年春天 绍原客 偶然伏击 有一位字 称是会珠子将鸡说 我想向你借佛堂诵金刚经 为其一年 送满五千零四十八卷后 我就会自动离 去 邵原客凯然答应 随后 邵原客就将佛堂封闭 不再入内诵金 此 后每到夜深人静的晚上 佛堂就传出沐鱼及诵金的声音 他偶尔伸头往佛堂中看 却不见任何人影 一年其满 诵金的声音停止 至此 绍原客才 相信连神仙也要归一三宝 于是对金刚经就更尊崇 有家 冷言经中 佛说有十种大仙 不修正觉 别修 妄念 纵然享受千万岁 隐积于深山海岛 绝于人 焉之静 然而等到仙报响静 依旧还要改头换面 散于诸趣之中 金刚经破相显性 和杀功德不可比 欲 足以度脱仙伦 习时旅动兵被黄龙禅师点化之后 才了解到家 浅薄 不如佛门高深 因而归一禅师坐下 成为钱 成得三宝弟子 并写下一首诗 摔破瓢囊直随情 如今不练拱中经 自从欲的黄龙后 使悔当年错 用心 以智其感 三 三 三 二 三 三 二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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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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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